捷运杀人案中28岁受害者谢清云的妻子 他在今天接受了媒体采访 对于亲爱的丈夫离他而去 他痛心落泪 不过他说愿意放下仇恨 只是希望郑杰的父母可以出面负责 而另外一名死者张正汉的家人 也希望郑杰的父母可以出面给个交代 他生前是个很善良很有梗化力的人 那我希望他这件事 尽管他走了也可以跟话所有的人 捷运杀人案中28岁受害者谢清云的妻子 讲到丈夫还是不舍得落泪 谢清云和孩子已经是他人生的全部 而老天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继续恨他我老公也不可能回来 而且我影响到小孩 所以我选择我不要再去想这些仇恨的问题 小时候爸爸中风妈妈聋哑 是低收入户 成长环境艰苦缺少家庭的爱 一度以朋友的家为家 直到遇见谢清云 他带他走出阴霾 把满满的爱都给小孩和他 如今失去丈夫 他愿意选择放下 但要的还是郑杰的父母出来面对一切 我没有原谅兄贤 只是我是选择不想去责怪 反过来变成用爱的方式去 去解决任何的问题 这群女妻子把生活的回忆做成影片 他说希望他在天堂国度里能过得开心 没有牵挂 而另一名死者张震翰 他年轻美好的人生也才要开始 他的家人也在等着郑杰的父母给个交代 吃完完快速神速胎 两个美满的家庭破碎了 但他们不绝望 也希望快点把伤痛放下 这一刻他们只能向前看 用正面的力量 继续替他们心爱的家人 勇敢的走下去 记者综合报道